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97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.0% 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1675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.4% 增速高于文化相关领域3.5个百分点 占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2.1% 占比高于上年同期0.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 文化核心领域6个行业中 3个行业增速高于文化企业平均水平 其中 内容创作生产增速达10.1% 文化传播渠道新闻信息服务增速分别为7.9% 6.7% 以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为主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受疫情影响较大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6.4% 文化新业态营业收入占比提高 以数字出版 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为代表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 实现营业收入940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.3% 其中 数字出版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 两个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增速较高 分别达到32.7%和22.0% 每个细分点都打算